我們今天非常榮幸 邀請到我們談論的協定院長 江澤民好 江越長 他在自學和從政經濟上都非常豐富 我記得有一次我在正常工作的時候 跟江越長開會 當時我的印象是這樣的 就是說三方都有比較爭議性的一些意見 看起來好像沒辦法解決 江越長開會 就是把三方意見都充分表達之後 他就可以建構類型 然後假類比類比類 然後很快的就可以把很多 具體可行的可操作的 能夠讓雙方有很好的工夫 然後也有一些行政資源可以來協調 所以一開始好像爭議比較大 後來會一開完之後 三方好像都得到一個比較滿意的結果 所以這個行政協調的一種實務的經驗 就變得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有價值 所以我在練場會以後的技巧非常非常深刻 另外我們江院長也是一個在自學非常嚴密的一位老師 所以我今天的課程是自學和從政經濟好 非常非常難得的 我們師弟熱一掌聲來歡迎教練 謝謝陳老師的介紹 各位同學大家早安 今天非常高興能夠有機會 再度來到政大集見的場地 跟我們今年的兩岸新年的精英同學做分享 那麼剛才陳德珍老師在介紹的時候 可能跟各位提到就是 我一方面是學界出身 另外一方面我在政府工作的經驗 所以呢陳老師在跟我聯絡的時候 就希望我在我現在民隊的第一天開場 不要去講太純學術性的 比如說研究方法 或者是政治學理論的東西 而是跟各位比較廣伴的來談一下 我的這兩個經驗所帶給我的一些啟發 那麼這兩個經驗就是 一個是做水素研究當學者的經驗 另外一方面就是後來在政府工作 7年的實務經驗 所以題目最為有主觀大會 定位有的智覺與重鎮經驗 那麼在這個分享這個經驗的時候 我想先了解一下 我們在場 有多少位是大陸來的同學 有多少位是台灣的朋友 我能不能先請問一下 大陸來的同學請舉手 OK 請放下 台灣本地的同學請舉手 好 謝謝 我想台灣本地的同學可能 對於我這個人應該是稍微有所聞 也許不是知道很清楚 但是應該大概知道 那大陸同學可能比較不清楚 所以我在要跟各位分享 我的自覺跟重鎮經驗的時候 我想還是先給各位一個很簡單的 關於我自己的簡介 謝謝 我1920年出生 所以今年過生日的時候就59歲了 我是出生在台灣北部的一個城市 叫基隆 是一個海港 那麼在台灣的這個所謂的族群的屬性裡面 我是所謂的等神門子 我就是講台語長大的 出生在台語家裡的人 那麼我在我的家鄉 念了小學中學 到高中的時候 我到台北市的一種叫建國東學的學校念書 那麼在台灣的同學都知道 建國東學是當時的 可以說是 一直到現在應該是台灣最好的高中 那麼高中略之後呢 我就去念台灣大學的政治系 我之所以會念政治系 是因為當時台灣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在1979年 那個是在我 對不起 19這個 應該是780到79年之間 台灣剛好經歷了一些動亂 一些外交上面的事件 所以我們那一屆很特殊的 就有非常多的同學 決定報考政治系 那這個其實在後來我想再也沒有 比如說我們那一屆的幫手 就是我們同班同學 我們那一屆進去裡面 政治系大概有70個同學 裡面有將近一半 以及第一志願進來 可見那個時候的那種十月份 促使多少的年輕人想要報考 那我在政治系念了四年以後 在1983年畢業 然後我又念了政治系的 排他政治系的碩士班 念了兩年 當政治之前我先去學兵役 然後念了兩年的碩士 一年的博士班 我同時就申請到國外去念書 那麼後來我申請到美國的耶穌大學 他是在美國東岸的一所 就是你的產村學校 我在那邊念了五年 那麼拿了一個政治學博士的學位 我在那幾年裡面 主要當然是跟著我的老師 念這個政治哲學方面的這個著作 那在這裡我等一下會講一些細節 那我先把這個大概的幾道講完 那我在1993年 那時候33歲 拿到博士之後 我就回台灣來工作 那我回來之後呢 先是在台灣的中央研究院 當研究人員 有點像大陸的社會院 然後當了兩年之後 因為我的母校 台灣大學的政治系出了一個缺 所以我就回去升級 然後從1995年 我開政治系在我的母校 還要升級任教 我當時都沒有想到過要從政 所以我就很安穩的 按照我的學術理想 一步一步的從副教授到教授 然後也在學校當中一些行政工作 譬如說副教育長 教育中心主任等等 那麼在那段期間裡面 因為我是完全投注於教學跟研究 所以在2001年的時候 大概那個時候我的教學跟學術 算是到來的高峰 就是自己覺得整個思考 整個創作量是最大的時候 在那個時候也因為 出版一些著作 而獲辦了一些獎項 但是在2008年的時候 那時候馬英九總統當選了 這個內屆的中華國總統 我記得是第13屆 那麼他在當選總統之後 從學界研討了一些人 入閣去擔任政務官 那我因為朋友的介紹 就進入了政務 也是在那個時候 跟當時的馬總統認識的 然後在進入政界之後 就先擔任了行政院有一個單位 叫做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名稱很長 我們簡稱研考會 就是研究跟考核 那這個組織後來在今天 已經跟另外一個 基地建設委會整備 整備之後叫做國家發展委員會 簡稱國發會 相當於大部分的發改委 如果是來自大部分的 也比較容易理解 就是相當的發改委 做的工作這個發改委也很像 就是負責中華民國 整個政府的組織改造工作 組織改造就是 一個政府裡面有 像我們那個時候有37個部會 非常的大 那怎麼樣讓他可以整併掉一些小的部會 有點像大陸 是今年很講的大部制 然後我的目標是要把它整併成29個部會 那這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這間工程從22年前 就是我接任之前的22年前 就已經展開 但是一直都沒有真的著手去進行 因為太緊張了 各位想想看 比如說你如果是來自清華大學 然後你們學校現在假如說有12個學院 然後今天校長來說 我要把它整併成7個學院 那你想想看有多少的學院院長 將會因此丟掉工作 有多少的系所功能 他不願意搬到另外一個學院去跟他本來不認識的人 湊在一起 所以政府的商量就更大 那是限制到70萬年的公務而已 所以組織改造這個事情過去一直談 但是沒有做 一直到我接了行政院聯考會主委之後 我們就積極地去推動這件事情 那我們就開始去整併 一直到今天很遺憾 整併工作還沒有完成 大概完成了三分之二左右 那為什麼後來三分之一 隔了這麼多人 各位看到還沒有完成 那就是因為不同的想法 但出來又開始有一些阻力 所以現在其實台灣的政府 是處於一個很尷尬的局面 就是說 你如果本來是一個37個誤會的組織 你要把它按照理想 重新分成別類 變成一個29個誤會的組織 那你就大概短短的 比方說三年到五年期間 你會把它整來 可是台灣現在剛好是整到一半 然後停下來 也沒有講說接下去 剩下比較要整併 所以現在很多政府的功能 就卡在那個地方 如果按照整併之後的理想 應該是比較性質相近的業務要放在一起 現在是有一半已經過去了 另外一半已經過去了 大概就是這樣的狀況 我們等一下有時間在聊 所以那是我第一個行政工作 研討會 那麼過了一年多之後呢 那個改組我就被任命 擔任另外一個部會叫內政部的部長 我們內政部大陸就沒有一個直接相應的部會 它是大陸好幾個不同部會的整合 在台灣這一邊 從有中華民國政府 有中華民國憲法以來 內政部就是所謂的政府行政機關裡面 放在第一個 並且是最大的那個 因為我們是內、外、外交 然後國防 那一路排下來 內政部被稱為天下第一大部 不只是因為它在我們的組織法裡面 是放在第一個 而且也是因為它的業務 確實是包三包含 內政部的業務 包含了我們所謂廣義的內政 像什麼 立政的土地 財產 戶政的你的戶籍 然後社政的就是社會福利 然後議政的就是當地的事情 然後國家公園 警察 警政署就是相當大部分的公安部 放在內政的組織院管 然後空中勤務總隊 直升機 還有這個營建組 都市的規劃 建築法規的和可等等 還有移民署 像各位進入台灣 一定要經過所謂的 移民署 這個移民署也是內政部管 所以它是個非常非常龐大的 香港大概有十幾個單位的一個大部會 那我在這裡先評價跟各位講就是 從營考會主委到當內政部長 其實是一個 對一個學者來講是很大的討厭 因為很多學者去政府工作 大概都跟我們家會從營考會做起 因為營考會相對來講是一個 比較像政府的制度的工作 就是他們的State Tank 他不用直接接觸民眾 他沒有直接業務 他管的是政府各部門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做得好不好 及不及格 給他打分數 然後國營事業到底要怎麼改革 我們來規劃 然後政府的組織 要怎麼樣變得更有效益 由我們來執行 這個是也很好的 他非常適合一個學者 去了解政府整體是怎麼工作 但是內政部都不一樣了 內政部是一個非常接近民眾 所以他通常傳統上 是由政治人物來擔任 比方說擔任過縣市首長 像你當了 可能要當過各省的省長 或者是省委書記 然後他或者是呢 要嘛就是要從 民意代表裡面選 已經 當過各省的省長 在正常工作過十幾年的 所以當時馬總統找我去當內政部長 我也嚇一跳 我完全沒有想到 他會顧我這個工作 我說想一下讓我想一下 因為我實在不曉得自己能不能 應付這樣的一個環雜的工作 但是我回去大概考慮了半天 跟我家庭商量之後 我回他的電話說 我願意試看看 那個時候的一個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台灣剛發生的一個 非常大型的風災 颱風造成的災害 那個颱風叫做莫拉克 那麼莫拉克風災發生之後 台灣在內置的風災裡面 死了幾千人 然後有很多的這個家庭 就是完全被洪水沖沸 村落並重建 這整個災後重建的工作 大概花了大概七到十年的時間 那我那時候覺得說 內政部會負責這個 災後重建的主要工作 算是一種可以具體的去 替老百姓做事情的一個機會 而且我們在內閣風災之中 發現了很大的問題 就是政府因應整個風災 這種應變能力 是完全不及格的 我們說這個叫做災害防備 或者是災害應變準備 這個應變準備呢 過去一直有個災害應變中心 但是在那一次 通到這個特大型風災的時候 就發現整個運作中心的協調有問題 然後中央地方聯繫有問題 指令下來有問題 所以才會造成後續整個政府 因此被批評到必須進行內閣開除 所以我當時也很想要把這個應變體系 把它重建起來 因為如果能夠重建起來 也許台灣再下一次碰到別的風災的時候 就不會那麼樣的金棒失措 所以這是當時為什麼 就是接見政府長的原因 跟各位稍微講一下 2012年 馬總統連任成功之後 內閣就又再次改組 那個時候就希望我留下來 要嘛繼續擔任別的部會所長 要嘛就接行政院副院長 向上來副總理 那我也是那次考慮了很多天 因為那一次我其實真的不想要在政府繼續工作 我們在台灣有一個制度 就是你如果是從學界裡面的教授被借到政府去工作 叫做借調 借調是有期限的 在當時 通常一個教授可以借調四年 那麼四年期滿的時候你要做個決定 你是要繼續在政府服務 那你就必須辭掉學校的工作 或者是呢 你如果要回來學校任教 歸入你的教學生活 那你政府的事情就要完全放開 所以對我來講 如果我留在政府 就是辭掉台大政治系的教學工作 而那時候我很不願意辭掉 但那個時候有很多 我的朋友不斷地來找我談 希望我就是 他們說台大不缺名的教授 我們台大教授很多 但是現在政府裡面很缺了 所以總而言之 後來我真的是很痛苦的決定 我就辭掉太大的工作 然後留在政府 那個是當行政院的副院長 過了一年之後 內閣再度排除 我們原先的院長 他因為健康的原因 他就請私 那就由我擔任這個工作 這個工作 都在中華民國的憲法裡面 是所謂的最高行政首長 各位因為我想說 不是有的嗎 總統嗎 有的 但是我們的體制是這樣 其實跟中國大陸也差不多 中國大陸不是有國家主席嗎 但是同樣是有的 國務院總理 這種體制呢 在很多國家都有 它叫做雙首長制 意思就是說 有一個真正代表國家 可以決定所有大陣方針的 一個國家領導人 不管他叫做總統或者是主席 或者是軍王 這是一個人 另外一個人呢 是幫忙負責整個政府體系的日常運作 如果像各位在國便看到的時候 它一樣是有 內政方面的 教育方面的 醫療方面的 勞工的 經濟的 商務的 這一些的 每天都必須要我們去負責的 以及他的各部會首長 它所構成的是一個 所謂的行政機關 它不是國家主權機關 那麼行政院院長 或者是內閣中 就是負責這一個行政機關的頭 它主要就是 帶領所有的部會首長 然後任命這些部會首長 任了他們 然後要求他們 在自己的工作上做出一些成績 所以我在這個工作表格上 又做了兩年左右 到2014年 因為2014年年底 有一個台灣的地方選舉 地方的縣市長 縣市議員的選舉 那執政黨大敗 是有史以來沒有輸的那麼慘 那麼大敗的時候 在西方民主政治就是 執政黨必須有人負責 那我在當天晚上就宣布 我願意負起責任 雖然這不是中央的選舉 這是地方的選舉 但是既然政府是一體的 如果說有很多事情是因為 民眾對政府施政 感到失望和投下的反對票 那麼在中央的選舉 當中的行政首長 當然有負任 負起責任 那因此我在那天晚上就請辭 請辭之後 我就沒有工作了 因為我之前已經辭掉 排到政治系的教職 你也不可能說今天請辭 明天就申請到後部就去工作 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就開始失業 時間一年半 在這一年半裡面 我決定讓自己放空 並且休息一下 所以各位看到 我就到哈佛大學 跟史丹佛大學去當訪問學者 我拿的就是他們所提供的 訪問學者獎學金 然後我過的生活就是回到 像以前在美國念博士班時候 的那一種校園生活 非常的愉快 每天就是聽演講 然後想要跟什麼 各個科系的朋友聊天 穿門子 然後寫寫東西 那是一個 校園生活本來就是個非常愉快的生活 可是它不是一個工作 我那個時候是等於可以說是 失業狀況之下 然後當一個訪問學者 當了一年半 然後一邊找工作 後來我找到的工作呢 就是這個 香港城市大學 那是 它的一個名字叫做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在香港 那麼這個學校 雖然不是香港最有名的學校 可是它是一個 進步非常快的學校 在過去短短的七八年裡面 它幾乎威脅到香港的 所有的頂尖大學 像港大和中文大學 那我在那邊呢 教了兩年的書 也認識了一些香港的老師跟朋友 也了解了香港 到底為什麼會一直有那麼多的聰明跟動腕 因為各位要知道 在2014年的時候 他們有所謂的雨傘運動 那我是在2016年的時候到香港 雨傘運動剛過 但是整個社會的那個氛圍還是非常的緊張 在我離開之後不久 香港今年又發生了所謂的反送中運動 或者說修改逃犯條例 而引起的爭執 各位從報紙上媒體上可不可以看到 我在那裡 因此有個很好的機會可以觀察 香港到底是怎麼一種事 那麼中國大陸對香港所實施的一國兩制 到底又是怎麼一回事 然後它對台灣的影響就是什麼 這個是對我來講南寶貴的一個海外教學的經驗 那在去年的夏天 我覺得離家太久了 因為我的家一直都在台北 我是飛來飛去的 所以我後來終於回到台灣 那重新申請到一個教職 是在南部的家裡中正大府 我現在是中正大府的教授 那麼這個是我的一個簡歷 在這個基礎之上呢 我回過後來跟各位講 人稱的過程裡面有一些轉折是關鍵的 對於那個當事人來講 他不是說每個人都一樣 所以不同的人會在不同的年紀的時候 面臨一些選擇 依我來講 我剛剛會講 我是念台北的建國中學 就是這個右邊的圖 當時那些高中生都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我那一年之所以會決定要報導政治性當地自願 是因為台灣跟這個 我們那時候講中華民國跟美國斷交的 那中美之間的斷交這一件大事呢 他是1978年的這個年底的時候決定 當時的美國總統是卡特的 那雖然中美之間可能會斷交 美國可能會轉而承認大陸的中華民共的 這件事情已經傳了很久 但是呢 大家也都覺得說 反正的謠言很多說 並美國不會真的那樣做 但是到了1978年年底 美國的卡特總統正式通知台灣政府說 他們明天就要宣布跟台灣斷交 當時台灣的領導人是假的經過 他那時候已經算是比較短 他非常非常的生氣也非常的震驚 那個事情的影響就是在那一年 本來我是高三 然後我們就學校大多在準備要升大學的這個考試 然後這個當年剛好有一個台灣非常重要的選舉 但是這個消息一出來馬上宣布選舉 然後全國就進入一種類似這種經驗的情況 因為很擔心說 美國一旦跟台灣斷交 中共解放經費會不會下個月就拿過來 所以都要想他們的氣氛 不是像我們現在拚拚喝喝 還有大陸學生來這邊交流 沒什麼回事 那時候在台灣抗招任的一個大陸人 所以當中美台灣跟美國一旦斷交 中共一旦跟美國建交 美國就不再保護台灣 這個建交的三個條件就是出了建交 然後廢棄原來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然後要把軍隊撤出台灣 不再在台灣有美軍基地 這種事情其實就意味著 中共如果隨時要鼓勵攻打台灣 那美國是不能管的 因為他已經承認一個中國原則 所以各位可以想見在那種時代 就是覺得說從1949年 我們政府撤到台灣之後的這個局面 有可能會發生巨大的變動 那整個社會是人心化 移民者也很多 那我們因為是年輕人 反而是在那種時候覺得熱血沸騰 然後覺得第一個 非常痛恨美國 這種 台灣對他這麼樣的忠實的一個盟友 居然為了一個 一個龐大的市場 或者是為了跟蘇聯對抗 要結盟中國 然後就把這樣一個很忠實的盟友 給他斷交 第二個很可能會讓台灣陷入無法自我防備 無法自我防備的情況 那第二個感覺就是 那台灣怎麼辦 中華民國怎麼辦 我們那時候的聯繫者會覺得說 我們反正就像以前看戰的時候 十萬青年十萬軍 我們能做什麼 我們就去報銷國家 所以那一年有很多人就投靠軍銷 像我們這種不被打戰的人 就去投靠政治系 然後就希望台灣將來 不管是在外交或內政方面 能夠多出一些人才 讓台灣在國際上 不要那麼樣的孤立被欺負 所以這是十七歲時候 為什麼會以政治系 做第一志願的原因 我想不同的年代 不同的社會事件跟背景跟歷史 會決定那一段歷史 剛好在人生關鍵的這個十字幕僱 做出一些決定 所以舉例來講 六四天洋民發生的時候 那時候的十八歲人性會幹什麼 然後或是說台灣 太陽發生的時候 那個時候十八歲人性會幹什麼 然後香港現在港戰中發生的時候 會怎樣 其實每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 可能會說像之前的保證 都會決定那個時候 正在人生的入口上 還沒有決定我下一步要做什麼 做出一個跟他一輩子 很有關係的比例 但是對別人來講 沒有沒什麼意義 因為當時如果是已經二十五歲的人 他已經在一個公司當小事員 他不會說因為這樣 而要做多大的騙動 但是對一些剛入學 剛畢業等等的人來講 是會有影響的 我進台大政治系之後 很妙的就是我後來 並沒有真正做國際關係 跟外交的研究 我剛開始第一年是 我進台大政治系第一年是 國際關係組 而不是政治理論或公共政策 但是我很快的發現 真正吸引我的那個學術的魔力 是來自於所謂的政治思想 政治理論或政治理論 而不是那個國際關係或公共政策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政治思想或政治哲學 它是累積過去的 中外的一些很厲害的這個哲學家 他們不斷的提問一些最根本的問題 像什麼是正義什麼是公平 自由的意義是什麼 然後人類最好的制度應該是什麼 他不斷的提問這個 對我來講 對一個年輕的大學生來講 這個才是最具有挑戰性的 我非常喜歡跟人家討論這個問題 我也希望自己將來有一天 在真正要做一個政治人 有所行動之前 能夠對這些理念 至少是有想法 而不是說跟人家忙從而走 所以我在19歲的時候 就決定要研究政治哲學 我也遇到一個很好的老師 就是在我們今天所在的政大 教政治思想的老師姓朱 朱老師現在已經過世了 但他對我的影響非常大 這個影響一直讓我歷經了大學部 我從我研究硕士班 然後到美國 練習大學 練完我33歲的時候 我一直都是在做政治思想 然後33歲之後 我回到台灣 就如我剛才講的 剛開始在研究院 然後後來過年了也回台大 那麼在右邊的這張照片 就是台大法學院 當時我們叫法學院 我在那邊的政治系教書 那是我們的走拉 大概就是我那個時候的日子 我在學校我也很喜歡 跟同學討論政治思想 我一直都在指導這方面的學生 到了48歲 就是2008年 我剛才跟各位講進入內閣 所以左邊那一張 就是當時的 中間的那位是當時的行政院院院長 叫做劉兆元 那我從我的前任的手中 接過的定性 這個是我的第一個工作 就是研考衛士委 那他剛剛做什麼 我剛才已經講了 我的第二個工作呢 是49歲的時候 接的內政部長 那麼右邊這一張 各位看到都是穿紅色的衣服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到 我們有個中央災害應變中氣 不管是台湖水災 交通的 然後那個航空事件 或者說經濟上面缺電什麼 只要是有重大的災害發生 所有重要的官員 全部要進入到一個緊急應變中心 那甚至有時候總統 也會來興致主持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當時的總統馬明九 他就是在來到應變中心指揮 但應變中心的指揮官 就是一直要在那邊的那個人 是內政部長不是總統 內政部他因為手上長有 還有全國的警察 消防 還有這個空襲 空中勤務總隊等等 還有社會福利的這個救助機器 所以內政部很自然的變成 國家應變的那個書面 那當然這個書面並不好當 因為你只要進入災害應變中心 你大概那邊關幾點都不能出來 一個颱風從他發布颱風警報 距離台灣還有四十八小時之前 我們就必須要到地面中心報到 然後各部會的這個人馬都進來 大概有兩百人左右就在那邊 然後住在那邊 睡在那邊 吃在那邊 然後整天看各種各地傳進來的消息 做不斷的開會 不斷的演唱 不斷的下指令 那麼我那個時候覺得 這是我對台灣的生物體系 比較有貢獻的一碼就是 我趁著那一兩年的時間 把整個台灣的災害應變體系 做了一個根本改變 過去的應變中心 對我來講簡直就是一個 一個這個怎麼講 paper tiger 指導火 看起來很好看 但是他沒有真正的應變 我去了之後做了很多很多的調整 當然也得罪了很多人 可是基本上那各部會 只要是進入到這裡來 整個神經都奔緊 一直到整個災害 以後結束為止 所以這個是當任天政府的時候 比較有趣的一個經驗 後來五十二歲的時候 等我當任行政院長的時候 那個挑戰當然就比內政府更大 因為我在這裡放了幾張不同的圖片 讓各位就稍微了解一下 一個所謂的全國最高行政所能的幹什麼 首先他必須去立法院 去背詢 就是這一張所表示的 這個立法院的背詢 是一種非常不冷道的一種工作 我問我問各位 你一天像我這樣站著 你不要走來走去 就這樣站著 你估計你可以站幾個小時 隨便講 你願意站幾個小時 兩個小時 應該可以更多 對不對 幾個小時 四個小時 那就是整個上午 整個下午再站 會不會更多一點 不願意站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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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立法院的行政廠執行的時候 你打開 平均是七個小時 那有時候是到九個小時 那我們就講七個小時 就是早上九點開始到中午十二點 然後下午大概是一點半 兩點開始到六點左右 那中間呢 那就是不斷的給個立法文問 然後你就在那邊 一遍一遍的回答 那你說能不能坐 我後面有個影子 可是我永遠沒有坐他那個影子過 因為你坐下來就是對我的不尊重 那有人會說你坐下不坐 你真的坐下來就開始罵你 對本情不尊重 所以那個是擺得好看 那你就這樣站著一個一個回答 一個禮拜有兩天 是要這樣大概七八個小時 在那邊回答 我們稱之為就是戰功 就在那邊念戰功 然後其實一個人 站了大概超過四個小時之後 你的那個注意力啊 你的那個 你的那種組織力其實都會受影響 因為你就是發戰 那個我以前在軍隊當過武兵 我們台灣都是有兵務 我們當衛兵呢 一般衛兵是站了一個小時 比方說半夜 你負責銀行 拿了一把槍 在那邊看了兩個小時 如果說因為人少 你必須站多一點 或者是說因為你犯錯 被多罰一半衛兵 如果他整理 他就把你連續排在一起 那就比方說半夜12點 站到兩點 兩點又站到四點 這個叫做連續四個小時衛兵 那已經是很痛苦了 可是當行政院長一次就是當七個小時衛兵 哪裡也不能去 就是站在那邊 然後不斷的回答各種 萬七八糟的問題 所以這是行政院長的工作之一 就是站在那邊回答問題 然後呢 經常會有媒體 為了各種事件來賭麥 有麥克風賭麥 然後要你馬上回答 那個是另外一種非常刺激的生活 比如說我現在出來 我假如是行政院長 然後外面有媒體跟著來 他說我來這邊練習 可是等一下我一出這個門 媒體要問我的說 請問院長對今天國務院長出選的結果 有什麼看法 我怎麼知道我有什麼看法 我在跟各位上課啊 我完全沒有知道說現在外面正在發生什麼 我也沒有一直拿手機來看 可是等我出了這個門 媒體出入圍上來 他問你第一個問題 你對這個出選結果有什麼看法 你還是得要假裝你知道 然後講一些看法 然後他可能會問你一些 根本不存在的問題 比如說院長這個 今天某某候選人說 他決定這個脫膽記憶點 請問這個院長對這件事情有什麼評論 我怎麼評論啊 我根本不知道他讓你講什麼 他又問了一句話就是說 他說什麼什麼 或是他說 他非常不滿意院長的作為 請問院長有什麼意見 你一講你就完蛋 可是問題是你又不能不講 因為這個是一個媒體的時代 所以講的是非常非常簡單的一個情緒 其實媒體還要複雜很多 一個民主社會的政務官 他的職者是不斷的要跟民眾勾勾 勾勾勾勾媒體 而媒體呢 以台灣來講是已經無所不在 溫通不入的在哪個四周 你也不能說選一個最舒服的時候 準備好的時候再來面對 他是隨時跟著你的行程可能出現 然後他是阻隔在20公尺外 他也可以很大聲的丟一句話 然後注意到你回答 你如果不回答 他下面就是說 這個行政議員可能就是落跑 然後就是這個貼心的臉 這個什麼 你其實微笑了 他也可以寫貼心的臉 然後這個趕快頓身而去 就是這是幾乎的沒有辦法的一個生態 所以任何人去到這樣的政治體系裡面 其實都會快分會 包括我們西藏委長的這個客戶的市長 他也被整過很厲害 另外一種可能的情況就是 行政院長要接見外部 每年不管是有駐台灣的使節 或者是像這個是美商會 都會附近來拜會 然後提出一些要求 然後我們就要找各部會來協調 所以有很多很多外交公務場 不管是代表總統去別國 去祝賀人家上任 或者是地結什麼 建立什麼樣的一個企業關係等等 所以那個也有保盤的一些 國際關係的層面 然後也有最這個刺激的就是群眾運動 這是台灣的太陽化運動 當時因為台灣用反對兩岸簽訂 服務貿易協議 所以他們就包圍了這個立法院 一個禮拜之後呢 攻行政院 然後被警察驅趕出去 那這個是在還沒有攻行政院之前 他們要求政府要撤尾條例 我那天下午決定 主動去找他們談 但是呢 主動運動不讓我談 就是基本上他只問我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答不答應撤尾 你不答應撤尾就不用講 我把麥克風拉下來 然後哄回去 然後就哄哄哄哄回去 所以行政院長就被一群學生哄回去 他們很開心 但是我那時候心裡想就是說 這就是我們民主化幾十年來 偉大的成果就是這樣 就是說當你變成一種群眾運動 社會運動的時候 你已經不可能 像我今天在課堂上這樣 那我把話講完 等一下會有你發問的時候 我也會有答應撤尾 你一定不可能 所以已經變成是 不斷的喊口號吐口水 丟雞蛋到你的臉上 然後看你怎麼樣應付 你如果生氣了 那就是他要的 你如果跑了 那也是他要的 那基本上就是你要怎麼樣 在那一種各種刺激性的群眾場合之中 維持某一種穩定性 那當然這個對話沒有結果 因為他們唯一的要求就是 撤尾貿貿條例 那沒有撤尾他們就要求了 太陽發言後 那時候要求很多事情 包括修改憲法 包括燒該國事會議 包括這個 這個定地 兩岸的民關係 那個監督條例等等 那麼後來 這個對話之後的第二天 有一部分 不是全部 有一部分比較激進的群眾 就衝進行政院 就衝進了這個 相當的你們所講 國務院 然後就要佔領國務院 那因此警察就幫他們驅禮 驅禮之後呢 當然在這個環上 就會有很多衝突 有一些入局 不過還好沒有人死亡 那麼後來這一些群眾被告了 告了 罪名是什麼 各位猜 大家 衝進行政院的群眾 告這個建築物的主管負責人 行政院長 告一個罪名 叫做殺人未遂 就說我逝徒殺死他們 只是沒有合成 他們衝進你家 你起跳警察把他們趕出去 他們說你殺了 那法官也受了 那麼這個是2014年的事情 到今天這些訴訟案都還在進行 所以我現在仍然是被告 我想那個大陸同學 可能比較不清楚 他們也可能知道 偶爾會看到新聞解說 一審啊 這個被告誰要出庭啊 證人誰出庭啊 我現在身上就是還有這個案子 然後我經常就是還是要被傳喚到法院去答辯 就是說 我當時沒有殺人 我也沒有下令到殺人 但不管 他就是 他用種種的方法去證明說 哪一個警察只要打的哪一個學生 就是因為他背後的警察局局長下令的 然後警察局長之所以下令 是因為警政署署長下令的 警政署署長為什麼下令 是因為內政部長下令的 內政部長為什麼下令 是行政院長下令的 然後所以行政院長是殺人犯 然後我要被判處這個有情徒刑7年以上 這個案子到現在都還在審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要審那麼久 可能就是要審 所以各位 學生的生活跟政治的生活是差很多的 尤其在台灣 當然 學徒的生活是一種非常優勇自在的生活 政治的生活是一種非常colorable 但是也充滿了殺雞充滿凶雞的生活 這就是我今天主要跟各位講的一個想法 然後 我在 隔年之後 因為剛才所講的台灣的地方選舉的結果 我執政長不理想 所以我就決定辭掉很多內閣總值 下面這一張就是當時的 當時的 我的所有的內閣合員 都是一群蠻要好的朋友 就包括我的副院長 秘書長 然後鼎鼎有名的這個管聰明 管爺少長等等 農民財部長 通通在這裡面 我非常高興跟這一群人共識過 這真的是我看過 我們這個準委員裡面 我往下十年 往下十年 都算是相當精采 相當有影響的一群 共同能力 他們有的是知識分子 有的不是 可是在那一兩年的時間裡面 我能夠跟這一些閣員共識 然後可以想辦法替他們做一點事情 我覺得是可以說 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因為這種事情 除非你自己真的經歷過 你不曉得要付出多少的代價 那個代價是非常大的 不是只有個人的健康 休閒生活的品質 然後領域、工作 其實他也對某些不同的人來講 他對他們有造成的影響 是非常非常深遠的 好比說我剛剛講到的 這個台大校長管聰明 我們在他們叫他管爺 他其實在當官的那一段時間 經常就找我來做心理支障 因為他實在是受不了某些事情 就是太過分 他覺得人跟人之間怎麼可能 為了政治的鬥爭而 是做到那種地步 他實在是氣不過 然後我就只好當個朋友一樣 跟他講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然後讓他有這個勇氣的進去走下去 其實有時候當精采員 就想像他當個教練一樣 你不是真的下場打球的人 但是你要想辦法鼓舞你的團隊 他們都是部長 因為我也當做部長 真正決定每一個部的重要政策 其實是部長 可是他在做這個決定之前 他已經涉及到一些經費 有一些跨部會的協調 需要他們的長官支持 而那個就是行政院長 所以行政院長要是有辦法帶領一群 讓他們可以協調、合作 然後放棄自己的機關的本位立場 去共同完成任何一件事情 我覺得那就是了不起的 我舉個例子好了 因為我是因為是聊天 所以我沒有說很按照碰片 像我在當院長的時候 台灣那時候為了要跟美國 申請這個所謂的免簽證 各位知道 你要到那個國家去 你都必須拿個護照 然後去辦那個國家簽證 但是辦美國簽證是很煩的 對台灣人來講是一個很羞辱性的過程 如果有人辦過的話 你必須到這個AIT 你不在來學會 先上網去排預約時間 然後比方說下個禮拜 上午十點到 你到你就在那邊 刮呼下一個才常規 然後進去 輪到你的時候 那個移民官問你的問題 就仿如把你當成是一個罪犯一樣 你到美洲待多久去哪裡 你在那邊有沒有家人 你是單身還是這個有結婚 然後你身上待多少錢 他就是擔心你是一個非法醫 所以你就算是一個大學教授 會的生意 你要被問得很沒有尊嚴 然後你也不曉得他最後會不會尊 他還可以不准 而不需要認得理人 這個就是所謂的移民官的面試 因此過去只要是 像我們年輕的時候 都是有續面試過 然後才拿到美國的留學簽證 我們都知道那個經歷 那台灣後來又跟美國的關係越來越好 所以已經到了一個地步 就是可以考慮不要做那一份面試 的簽證 我們只要把我們的基本資料 上網填寫完畢 然後就在系統上作業完 通知你有或沒有那個簽證 這不是差很多嗎 而且錢也少很多 那麼可是這個事情 必須要中華民國的這一邊的政策 相應的要做一件事 那就是你要送那個基本資料 貼照片的資本資料的時候 你第一次辦的呢 第二次以後都不會 第一次辦的呢 還是必須要到 一個你們的公家單位 去把這些資料看 那他主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看你是不是本能 就是燕寧震生 那過去這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跑到台北的這個外交部的 旅務局來辦 可是你要做這個免簽證的工作的話 那不得了 那就是所有的人啊 你不可能都跑到台北來辦 所以就最好是各縣市都要有這種機關可以辦 最好是每一個縣市的每個區 都有人可以幫忙辦這件事 可是這件事情的業務是外交部的業務啊 那外交部在我們的各個縣市 各個區裡面 並沒有都有重點啊 沒有公務員啊 那在各個縣市各個區有公務員的是誰啊 那是內政部才有這麼龐大的組織 然後而且只牽涉到地方證 比如說台北市當時是 我們民事黨那是國民黨沒問題 我們打一通電話他面一幫嘛 可是台南市那個時候的市長是賴清騰 也就是後來出來選民進黨總統初選的一位這個有名的人 他是民進黨他有可能就不配合你 因為他覺得我為什麼要幫你這個做好玩這件好事 做這件好事是對於你這個反應者政府有加分 但是對於我賴清騰來講沒有好處 所以很多不同黨派的地方所長 他們就不太願意配合做這件事 然後各個議會之間也有點不太願意 那我那時候來協調這個事情 就把內政部長找來外交部長找來 然後把這個縣市其他所有縣市 全部派的代表來 跟他們小與大人拜託他們 這是為了台灣能夠成為美國的 免簽證的一個國家所必須要做的事 這裡不要有黨派自登 然後後來談完之後當然就大部分就答應 那少部分才能辦 就可以親自打電話去拜會這些縣市長 後來就包括賴清德市長他也答應 他也覺得這件事情應該從大處作業 所以那件事情就完成了 台灣爭取這個事情爭取了很多年 結果在我當院長的時候 經過協調能夠做成我心裡就很開心 可是這種事情呢 不會是有很多人知道的 其實在政府裡面你做很多事情 永遠不會有人知道 但是呢你就必須像我這一群隔離人這樣 就是大家對自己有交代 我們知道在我們任內 我們做了哪一些事情 那當然也有一個是失敗 想要推但是後來沒有推成 那就變成你這一輩子慢慢回憶的時候 你再去碰什麼事情 那總而言之到內閣開組的時候 我們就我就離開了 那麼其他人大部分都留下來 我就跟我們的繼任者 這個王氏女學生說 拜拜開著我的車回家 這部車就是今天我開的這間三個部車 在這裡也說明明各位知道 很多大陸的朋友 因為我在中正教書 所以有時候碰到一些大陸人 訪問學者跟學生 會很好奇說 欸這個人是前行政院長 相當我們的前內閣總理 怎麼他是騎這條大車 在校園裡面跑來 我說那要不然你要我怎麼樣 你要我走路嗎 然後有人看到我自己開車說 怎麼會自己開車 我說那你要我怎麼樣 叫我老婆開車嗎 然後他說你難道沒有隨目嗎 那我跟各位講沒有 中華民國的政府官員 在他卸任的那一天 就沒有安全隨後 沒有司機 沒有秘書 什麼都沒有 所以這是另外一件 要跟所有有心從政的台灣同學講 不要有太錯誤的想像 我們是這樣 從你當行政院長的那一天 你突然間身邊就多了大概12個安全部位 那個很妙 那個命令就是從12點零時零分開始 所以你明天將要發布回 就是要去接運行當行政院長 今天半夜12點 你家突然間出現了很多的罪物 那不是進入你們家 在門口走廊樓梯 然後對面的停車場 後面的走的那個那個房間 就突然間就警察都來了 安全警衛都來了 那是要保護你的 然後你從此就被他們所保護 也被他們所見識 你到哪裡滿身都有一群人 最少四個 然後多的話就是一二十個 包括你跟我太太 好像喜歡去附近的小學去上路 我們兩個手牽的時候 二十步一 警察在那邊跟著 有一次我實在是忍不住了 我會停下來跟他想說 我們現在在上路 你可以離我面對嗎 那很不好意思 那只好在退二十個 但他的責任就是要看著你 不能讓你這個出任的狀況 好 那個是你當官的時候 但是等你不當行政院長 那一天通案是一夜十二點 突然這些東西都都撤了 你過了十二點一分 零點一分你來看 那些鋼燒那些你通通不見了 然後你就回到你的平民 你就回到你的平民 那就有種感想 沒有安全水母 沒有密書 沒有司機 那因此當然就是自己開車 還好我是很習慣自己開車的 我也很開心 不用有人幫我開車 要不然我還要侍奉他 所以這個是一個 我順便會講 台灣的民主社會 他們的生活都好 有一些事情可能 或是大陸的朋友可以想像 因為我也聽過大陸的一些官員 教育部長大概一輩子期 都在國家的照顧之下 就是包括你的住法 你的安全 你的這個年紀 你到一輩子期 都是國家體系裡面的一個 但是台灣不是 台灣是你離開了 就是回歸平民 所以我現在就是一個平民 在台灣當平民真好 就是平民最大 你講話你走路 你都不用擔心說 要受到別人的規範 我在回到學界 除了教育之外 我在56歲的時候 創辦了一個長峰 也叫基金會 那個大概就是代表 我在進入一種生命 新的階段之後 想辦法跟這個公共社會 公共的這個事務 管理的一個方法 基金會就是一種非體力的組織 那我們大概就做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經常舉辦一些演講座談 然後邀請知名的人 來分享一些重要的 我們另外的大師 譬如說右上角的一張 那個人叫做 Douglas Paul 中文叫做普道德 他曾經擔任過 美國駐台灣的這個 理事主席 Diadir的處長 然後他一直是一個 很知名的這個 中國專家 他在去年來演講 美國川普政府 對華的新政策 對他們的影響 對華的新政策 右下角是另外一個活動 就是我們每年會公開 徵選 大概二十名左右的大學生 研究生 讓他們可以組成的 紀念研究員 就像各位都紀念研究員 那其實我們是把他們帶到 美國的西府去 除了三英文課程 就是研究員的課程之外 也讓他們去參訪 史丹佛大學 Facebook Google Apple等等 讓他們可以開開眼界 看看這個世界到底是怎麼樣 然後不要說只是整天在台灣 看我們的那個電視 都是吵吵鬧鬧的 不一樣的社會性的 所以掌握新會基本上 就做這兩件事 公共政策 還有幫助年輕人 去連結國際 好 我現在跟各位講一些 比較非照片的文字性的東西 首先我要講我的那個 智學的部分 我從開始 立志要研究政治哲學之後 我其實長年以來的關懷 一直沒有什麼改變 那就是 我關心 人為什麼會有政治習慣 就是人為什麼要從政 要參政 不管你是去當官 或者是當民意代表 或者是加密政黨 或者是上街遊行 請願 人為什麼會想要的政治行動 中國對這個事情 傳統上有一些講法 就是世代部以天下為啟 之類的很崇高的講法 西方對這個事情 也有他的一些講法 譬如說人都是自立的 為了權力的追求 追求跟滿足等等 各種不同的講法 到底哪一種講法 才是真的 或是最貼見 我最早的一個問題是這個 然後等我離開 等我了解這個問題之後 我就開始去研究 台灣那時候正在進行的 這個自由化跟民主化 將會帶來一個新的民主政治 而這個民主政治 究竟是不是我們最好的選擇 包括選舉啊 罷免啊 公民投票等等 這些多黨政治的競爭 因為世界上有很多其他的國家 並不是採取這種制度 一直到今天 全世界190幾個國家裡面 有選舉的國家是占60% 而有選舉並不代表他就很民主喔 像俄羅斯有選舉 波及有選舉 匈牙利有選舉 巴西斯坦有選舉 但是他們並不是真的很民主 所以真正很自由民主的國家 在所有國家裡面只有40% 那你就知道 有60%的國家 或者是王國 或者是威權統治 或者是軍人等等 他們沒有採取民主 台灣剛好在80年代之後民主化 而他變成是華人社會裡面 第一個 而到目前為止 也是唯一一個 能夠進入到自由民主的 一種體制的一個地方 一個人群 那麼這樣的一個制度 到底將來有沒有可能 會變成其他地區 比方說港澳 中國大陸地區的一個 越來越去模仿或學習的對象 這個大概主題是我們這一輩子 這些人都要問的問題 有的人答案是肯定的 有人是否定的 那麼第三個問題就是 民族主義 Nationalism 或者是國族任由 National identity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力量 不管是在台灣 有所謂的這個追求 台獨運動 但是相對的由於小群人 非常在意中國統一 我們所提供的 然後在這個世界的其他地方 包括各位現在都知道的 這個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 他們在搞這個獨立鬥 然後這個英國要脫離歐盟 可是他如果一旦脫離歐盟 蘇格蘭可能就要進入脫離英國 那為什麼這種National identity 可以讓一群們這麼樣的激烈的 去為了一個所謂國族的理想 National state的理想 而去奮鬥、犧牲 然後而且他是在一個已經全球化的 自由民主化的一個世界 他並沒有因為我們所謂的 大概越來越什麼開花攀移 而減輕那種對民族的訴求 民族的力量到底在哪裡 這是我另外一個關卡 也是跟台灣有關 最後一個就是我作為一個老師 我其實很在意 因為我教的學生 到底是會不會有他自己的想法 還是他只會能靈異 其實在我們所處的時代 包括我們年輕的時候 都不要講我後來教不出 我就發現大部分人 事實上是沒有自己判斷力 大部分人即使他在跟你講話的時候 會強調說歐文相信人要獨立思考 我覺得每個人都是獨立思考 他甚至可能穿一件這個T恤上面寫說 I am unique 可是所有人都穿跟I am unique 然後站在那邊走過來的時候 他們就覺得they are not different 他們都是一樣的 這就是這個世界 其實大部分人都是從中的 政治哲學要早就講出這個問題 你在很多事情上傳統 只是你不願意承認 不管是在同性戀的疫情上面 我旁邊同學都怎麼講 所以我也要怎麼講 或者是在年輕改革的影響怎麼講 我要怎麼講 或者是在環境保護的 減輕空氣污染的事情上 別人怎麼講 其實我們都多多少少受制於 那個社會民所處的群體 他們多數的想法 會以有形無形的力量 再影響自己的判斷 真正敢說 我相信才是對的 我不接受這個主流的相反 不過 那 你要怎麼樣才能夠讓你的人 意識到這一點 然後在他知道這一點之後 如果他真的還敢去堅持 他所相信的事情的時候 他要付出代價 因為他旁邊的人會抵制他 不管是透過社會媒體 或者是真正的人氣的交流 他可能會被排擠 他也沒有辦法製作這種排擠 這是我在學術上 一直觀看的事情 相當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順便給各位提點 就是我從大學研究所時代 我就深受一個政治哲學家的影響 他的名字叫做 阿倫特 阿倫特 在大陸翻證阿倫特 阿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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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看過一個非常非常聰明的 有智慧的一個二十世紀的哲學家 是一個猶太人 猶太一很德國人 然後後來跟他就跑到美國 然後他一生在從事很多重要的研究 包括集權主義的研究 政治行動的研究 革命的研究 自由的研究等等 我只能說我受他們的影響非常大 相對的另外一部分 我在從政的過程 又領悟了什麼呢 從政 雖然對一個政治學本科的人來講 並不是完全陌生的事情 我們不像一個 本來學物理化學機械 或者是社工 或者是財務管理的人 我們本來學的就是政治 politics 或 political science 但是你即使是直接學那個政治事物的知識 你真的走入政治的那個世界 那個reality的時候 你還是會體會到體驗到很多書裡面沒有寫的東西 完全沒有寫的 因為理由也很簡單 寫書的很大部分都是文的 是知識分的 不管是古代的一些很會寫詞詞的作家 或者是現代呢 現代學術更激進來 現代學術你說包括哈佛大學 第五大學 國赫萊大學 北京大學 台灣大學 教政治學等的那些老師那些教授 不管多有什麼 他有幾個是真正從政過的 不到1% 那麼99%的老師 教給他們學生的其實是 他們的老師那邊學到的 書本上的知識 都寫得很好 比如說供應政策應該怎麼做 流程是怎麼樣 然後這個如何評估 如何回饋 講起來都是一套 但是你真的實際上去教給你一個政策 比如說像台灣最近 高雄這個又在炒作登革樂很厲害 然後這個要 那要國民黨初選韓國醫師 市長就被暴風說高雄都顧不好 還想去選總統等等 那個登德勒就是蚊子 有一種這個病例 然後他做了第二次感染的話 他又可能會這個高超致死 所以他是一種危險的 這個因為蚊蚊蚊而來的傳染病 那麼當登德勒賣引的時候 假如你是高雄市長或台銀市長 假如你是中央的衛生署的署長 你怎麼做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公共政策 假如你手上就算你有60億的預算 你可以不管是買疫苗噴這個殺蟲劑 或者是做任何事情 然後去對甚至讓你調動 你有沒有辦法在一個禮拜之內 讓登德勒疫情減輕 然後讓老百姓安靜 這個就是實際的挑戰 你那時候如果說班出 只是班出學校裡面教的公共政策 該怎麼做 首先要徵循專家學者的意見 另外要做好媒體的溝通 第三要所有的方案做這個理性的選擇 比較利益得失 最後拿出個計分表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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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後我們採取行動 再來派個隊伍去評估 那你做完的時候 那你賣奶到台灣 那這就是中間那個差距 我因此在從政的過程裡面 真正去想的是這幾問 包括影響公共政策的決定因素 到底是什麼 他不像特等他寫的 第二 在一個民主社會 尤其像台灣這樣的民主社會 他對政府的決策 其實造成了一些影響 那是只有民主社會才會有特色 那是什麼 第三 很多的知識分子或有理想的人 進入政治世界的時候 其實他都想要改變這個世界 但為什麼真正能夠這個 如願以償的人是那麼樣的少 在理想與實踐之間 或者是理論與實踐之間 到底是存在什麼本質性的落差 最後政治生活這件事情本質到底是什麼 他是那麼樣的迷人 但是對很多人來講是非常的厭惡 台灣現在的年輕世代其實很討厭政治的人 討厭藍運政黨 討厭政治生活 討厭政治人物 全世界其實都有這種反政治的 或是非政治的潮流 在這種時候 你再不要問政治生活這件事情 那就特別刺激了 我分別對這四件事情 很快的講一下 影響公共政策的因素比較多 如果你是基於中間的那個做決定的行政部門的話 這個影響可能來自你所屬的政黨 然後媒體對你監督 立法部門是你要負責的對象 NGO有他們的這個要求 比較高的標準 企業界有比較務實的一些期待 然後司法部門可能不斷的在監督你 然後甚至要這個談到你 比方說在台灣有監察院 然後還有 以司法部門來講 就有立檢署有法院 可能會針對你所做的每個決定 都已經檢驗說你是不是違法等等 然後還有國外的民主 太多重要的事情其實都不是在一個 那個政治疆域裡面的那個國家 本來可以決定 太多事情其實來自境外 那麼以台灣來講 好多事情都是來自美國 中國大陸的影響非常大的 好這個是影響公共政策的因素 那麼在一個民主社會裡面 就叫台灣民主社會 你如果不先認識這種 就像你在中國大陸 如果你不先認識中國大陸 這一種統治形態 它的特色是什麼 你其實不可能去了解 它的決策過程應該怎麼做 如果以台灣來講 民主社會就是有公開的選舉 然後有自由的結社主黨 然後可以政黨輪替 這個政黨輪替 對非民主社會來講 就是簡直是一個無法想像的事情 然後有一個自由的媒體 它的批評 或是創造的假新聞 幾乎是沒有限制的 你抓也抓不到 然後有非常國耀的民間團體 像我們今天處辦這個會議的處辦大陸 就是在台灣那裡就是個民間團體 然後公民社會 這個就是我簡單講 就是說一個民主社會 大概就是有這些元素 當然它有這些元素的時候 再加上它另外有一些限制 它就會使得我們在處理公共事務的時候 擋手擋腳 這一些限制是 台灣有非常嚴重的所謂國家認同問題 有人整個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有人認為自己是台灣人 不是中國人 有人主張將來要統一 有人主張將來要武力 這個事情幾乎變成沒有辦法討論 就是我剛才講的那個國主主義的力量 我們的雙手掌勢 就是有一個總統有一個行政院長這種制度 在我來講是不好運作 是不好運作 我一直主張 在我從政之後一直主張說 我們這個憲政制度要改 要嘛就是改成總統制 要嘛就是改成內閣制 很不幸的 這種雙手掌制是非常的沒有效應 而且權責不分的 等一下各位我有興趣在談 第三 台灣以現在來講 就是整天在講轉型正義轉型正義 其實轉型正義本來是應該做的事情 如果說過去有一個事情做不對 現在應該糾正就糾正 該道歉道歉 但是轉型正義現在在台灣 變成是一種鬥爭的方法 就是把這個轉型正義條件 他所界定的那個要被清算的政黨 其實只有國民黨 也不包括當時其他的反對黨 只有國民黨要交出黨產 要清算 然後他所有跟他有關的組織 都被叫做附屬組織 然後通通要被沒收財產 這個簡直就變成是鬥爭 而這種鬥爭 為什麼要把它放在民主這個脈絡角 是因為如果民主國家 不是用一個正常的正當的方式 去處理所謂轉型正義的問題 而是把它當成是一個鬥爭的工序的話 那麼這個民主程序本身是沒有辦法真正的 被相關的所有的行動者所認可 而他因此呢 不管做出什麼決定 將來都會反覆 就是說被主治者不服 因為他是被用一個不正當的方式整肅掉的 而對民主的長期發展來講 這個是必能 再來一點 台灣人民的法治觀念是很薄弱 我們的司法雖然我想比起 中國大陸或其他地方應該是更的 就是說有獨立性 可是你如果去問台灣的民調 老百姓問說你對哪些人最信任 從信任最高的 大概是家人、醫生、中小學老師、警察 然後一路這樣排下來 你知道最不信任的一個 叫做媒體 就是媒體記者 道主第五個叫做民意代理 然後大概是道主第五 第六個是法官 所以我們的司法信任度是很低的 這個是事實 這個不是我隨便亂講的 大概信任度都一直不到40%左右 60%的人不相信這個司法公正性 那就麻煩了 為什麼麻煩呢 就像我們剛剛在講本名正義一樣 很多事情的爭執到最後 是必須走到法院去做最後的決定 那這件事情如果說 你對法院最後的判斷是有信心的 那麼它就有穩定的效果 如果一開始 還沒比賽開始就認為說 法官一定是被收買的 法官是一定有它的政治立場的 那有錢判生 沒錢判死 或者是它是藍的 它是綠的 我去我出這個體一定完蛋 那這樣不管那個過程走得多新 最後出來的結果 他不相信 那不相信你還能怎麼辦 因為這已經是法院最後的 所以這個對民主政治來講 也是重要的 最後我們現在的民主政治 跟全世界其他國家 面臨一種所謂庸俗化 娛樂化 娛樂化 的一種奮進 在今天這個時代 一個所謂的北大財大的教授 去上節目講個話 是沒有人聽的 因為太空躁 太理性 相反的一個所謂的網路 這個網紅 他開個直播 點閱率可以超過幾十萬 三百萬 然後他講的東西 全部都是不說八道 既沒有科學根據 也不客觀衷 但是呢 大家看的就是很爽 不管他是一個 妖精大漢 他是一個打扮的 他是招展的女人 或者他是一個 把貓屁包在旁邊的 或者穿的比基尼的 無論怎麼樣 你只要能夠吸引別人注意 然後你就有辦法變成 傳統社會 只有輿論領袖 才可以扮演那個角色 這個世界已經高度的 平民化 大眾化 民粹化 庸俗化 娛樂化 每個政治人物 必須要把自己扮演成 像個明星的方式 像一個歌星 像個演員的方式 來取悅他的選民 那這個事情就麻煩了 因為這個事情 對整個幾千代的政治學 所不斷想要建立的 那個所謂認真的問政傳統 其實是一個無情的打擊 如果說在座有 在庭外念政治系的年輕朋友 我要跟你講的就是 書本裡面所長的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台灣現在迎接而來的就是一個 庸俗化跟盈粹化的生態 在這個生態裡面 念過政治學可能不是最好的一個準備 所以說不定會變成你的一個束縛 因為你放不開 或是放不下你一些觀念 最後我們講理想跟現實之間的落差 好過具體的例子 行政院組織改造 剛才被智偉介紹的時候講過 要把37個部會整定成29個部會 到今天還沒有完成 今天大概是整定到30個 31個 第二個 很多人認為有錢人應該多交稅 所以台灣曾經有所謂的證券交易稅 要科稅 這件事情 曾經在台灣歷史上出現過三次 三次都煞門的規格 而且那個推出這些政策的財政部長 最後都支持下來 很奇怪 賺那些資本利格 就是股票或者是證券 賺了很多錢的人 為什麼不應該交一點稅呢 他從證券交易不勞而過的那種 相對而言比較不勞而過的收益 為什麼不能多科一點 然後來加倍給政府的財政 來幫助窮人 那些買不起股票的 理論上這是應該做的 可是歷史上三個要做這件事情的部長 最後都被泡泡下來 然後那些推出的那些稅 所以全部都邀請回到原狀 到今天還是沒有證券交易所存稅 理想跟現實之前為什麼這樣多差 再來跟教育有關 台灣前幾年轟轟烈烈的推出十二名國教 就是說 除了小學六名 國中三名 然後再加上高中三名 這總共十二名都用考試 然後讓大家可以快樂的去自主學習 所以免事你就可以入學 很好的理想 但是到今天呢 為了準備這個各種考試 而不斷去上補習班的仍然很多 學校裡面抱怨學習的很痛苦 不快樂的仍然很多 然後學非所有的不想念書 但是被老師壓著被家長壓著 一定要生學的人仍然很多 然後大概會整個體制就是抱怨年齡 包括青年大中年考慮 就覺得簡直是找麻煩的 為什麼會這樣 一個那麼好的理想 那大家可以免事入學 結果弄到現在 他得到的掌聲遠遠不如他的虛生 再一個年紀改革 軍工校人員 其實包括勞工 他們平常的薪水提拨一部分錢 到了老的時候 這一點加起來加上利息 每個月給你一筆 pension就是年金 這很多福利國家都想要做到的事 台灣過去做了 但是發現你還丟 現在可以砍 這件事情就很麻煩 如果說要砍你爸爸的退休年金 從每個月給你三萬台幣 變成只能零兩萬台幣 那請問你爸爸會不會高興 我猜想怎麼高興 但是要砍的理由會是什麼 是要跟你講說 因為政府的國庫錢不夠 所以請你這個pagpag 還是要跟你講說 過去這個算法反正就是公主義 這個算錯了 所以這個對不起現在開始收費案 還是要跟你講說 你如果繼續領下去的話 以後這個年輕人就領不到 都被你給你老收子領光了 那可是相對的有人可能會講說 拜託 我在60歲要退休的時候 你明明跟我講說 我退休以後給你這個 所以我才辦退休的 我今天退休過了5年 現在變65歲 已經沒有工作人力的時候 你不然跟我講說 3萬要變2萬 那你簡直要我死 那反過來講 我如果60歲退休的時候 你那時候本來跟我講的條件 現在你說改可以改 那我能不能反過頭來跟你講說 那我現在要回顧我的工作 我當時退休是錯誤的 因為你給我錯誤的信息 我如果是個大學老師 我60歲的時候辦退休 我可不可以在65歲的時候 跟政大長說 我要回來教書 因為你已經砍了我的錢 所以我當時的退休有不效 我要回來教書 你要幫我這樣的工作 怎麼辦 這因為涉及到法律的穩定性 未來裁員的這個充足性等等 然後不管各方有什麼講法 到現在就還是一個真實斷論 同性婚姻合法的話 國朋友在大陸的情侶是怎麼樣 在台灣其實年期的群組 幾乎90%都贊成同性婚姻 很好 可是當公民投票發現 哇 什麼 被捕毀掉 然後反而是 全國的這個投票網面 有超過六成呢 是主張要維持異性婚姻 就是為了同性婚姻比較不友善 然後我這段時間呢 就很多學生跑來跟我 又是一樣的 這個心理至上 老師為什麼 我們這些長輩他們的討勤 那麼樣的反動 保守 僵固 然後為什麼他們就不能夠尊重 那一些個不想結婚 不想異性婚姻的人 為什麼 為什麼 如果說同性婚姻 是一個影響的話 那麼當他放在一個現實的社會 想說台灣這個華人社會 我想 我相信更不要講大部分 他所面臨的可能是 更多的人口反對 這是現實 那你怎麼辦 你如果是一個當政者 你是要為了那個 比較少 但是代表未來想法的能力去脫 還是你要尊重你的民主社會 的多數意見 而那個多數意見是反對 然後就把那些事情停下來 這些事情其實說明的就是 理想之所以會變得七零八落 當然都是有原因 有的是因為沒有具體可行的方案 有的是政府本身就是有 惰性機關抵制 有時候是因為朝野政黨 就是不理性的抗爭 有時候是你沒有辦法做完整的溝通 讓老百姓了解不足 有時候是根本就忽略了 因為多數人的想法 然後只想用小數人的影響衝過去 當然有時候是人性本身是有限制的 通通大陸不是在打灘嗎 但打得很辛苦 因為灘官訪的沒有所不在 在台灣呢 有一些縣市首長很勇敢 要取消那個什麼 六十五歲老人 每個月發漢疫情的老人津貼 然後就被老人生氣 不用選票不治 那大陸的官是灘 台灣的這個老人 平白無事 每個月領三千塊 信息也是灘 灘是人的本性 從有人類以來 人大概就是覺得 人多腦為什麼不多呢 這種事情是沒有道理好講的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任務一樣沒有道理好講的 可是它就是存在的 然後你現在又打擊這個東西 就像你要消滅所謂倉妓行業 消滅古國 或者是完全根絕 不一樣 真是一個漫長的戰爭 不是說你不應該戰 也不是說你不能把它控制到一個程度 但是你想要讓它完全消失 不可能 因為人性在人 有人就是要做這個事 他的法律所不隆許 但是他要 我們最後講政治生活的本質 剛剛一拉講公務政策 講有經歷過的一些食物 我其實認為 最大的感想是這樣 這樣這個本質是非理性的 不是理性的 而我們在學術界 我們太習慣理性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真正去瞭解到 除了學術界之外的那個什麼生活界 就是社會生活面 更不要講政治生活面 其他這個非理性 是一個原因 那但是政治 能不能用理性去提出你的面 就是理性 來作為你的行動的根源 那可以 只是你進一步要了解到就是 不是只有一種人 不是只有你有影響 別人也有影響 你要追求派土是一種理想 他追求同性戀 是個影響 你要追求同性戀 是一種影響 他要建立這種異性婚姻的家庭 維護他的穩定性 是一種影響 每個人跟每個群體 其實都在為他的影響而鬥 而在這裡面 就像有一個知名的 我等一下以社會學家為國說 這樣 這是一個諸神的世界 是一個多神的世界 你敗了這個神 你就沒有辦法取戀那個神 那這個就是政治生活的另外一種 除了非理性之外 第三 政治跟所謂的power真的是分不開 如果有人以為政治是像一個教授的工作 或一個宗教傳教的工作 那他就真的是大錯特錯 你如果認為改變這個世界 是應該用比較溫和性的方式 比方說像教育的方式慢慢啟蒙 或像一個宗教家的法師 慢慢去教導信徒 那你就應該去做教育的宗教 但是一旦是政治的話 他是用另外一個方式去達成他的問題 那個方式跟所謂政治權利的使用 power的使用是分不開的 power是一個很多人喜歡 也很多人厭惡的東西 可是客觀來講 政治人物如果不知道怎樣用power 他就根本不是政治人物 他不應該走這一條路 他應該去當一個教育家 或當一個慈善家 或當一個宗教家 甚至當一個明星都好 他可以用他的歌曲 跟他的這個畫作可以影響別人 但是政治不是 政治是用政治權利決定 這件事情要這麼做 不是那樣做 會影響到這些人 會加揮那些人 來做整個資源的分別 但政治也因此是一個休閒無敏的世界 我剛才講的什麼 什麼那個警衛一下一個晚上朋友 或者說到現在被罩 那些人是小case 政治真的兇險是 你連身家性也可能都不保 我在重症的時候 我家裡當然其實經過很多威脅電話 有的是要我命的 有的是要強暴我女兒 有的是要打爆我的那個 我的兒子是一個身心障礙 是一個自閉症 然後可能從便利上知道 寫信過來 就是說 我告訴你 有一天我要打爆你那個 自占兒子的腦袋 就是這樣威脅 這是一個沒有辦法講理的 他 他因為有立場跟你不一樣 他對你的業務 已經不是在一個論變的領域 說我意見不同 而是要對你做人生的 供應傷害 那如果是在非民主主席 我也不認為說一定會更好 比如說像大部分的 習近平主席 不是常聽說他被人家暗殺 會睡嗎 那是更直接 那如果你不相信的話 那前幾年不是有個佛系來嗎 然後你看 真的是像好萊塢的那個辯子 好刺激 在高速公路上追逐 然後背後牽扯到的 那種什麼 賭殺情婦 好像驚恐小說 那就是政治世界 在這個世界裡面 有你看得到 看不到 各種的 跟你的生命有關係 來鬥爭 它牽扯到不是你的生命 你的家人的生命 你的所屬的同行 比如說整個行政院內閣 或者黨派 派系的生命 所以如果沒有心靈準備的話 不要去玩 最後我講一下 我非常喜歡 我非常喜歡他 他寫過一個政治做為一種職業 他說政治是一種兼具要有熱情跟判斷力的工作 它像是環環的出境要去穿過一個木頭 很硬的木頭 所以你必須要很有技巧的可以穿過它 一切意思都正理 如果你不去堅持的追求那個世界不可能的事情的話 那麼連有一點可能的事情 你也沒辦法完成 可是你如果真的要去做那一件事情 你必須欣賞非常的強韌堅壁 你必須讓自己能夠太難的面對 你本來所追求的所期待的一些事情的破滅 如果誰有自信說 等到最後這個世界還是要垮掉 很不合理的垮掉的時候 然後這個世界本身從你的觀念來看 是愚蠢 是庸俗的 是庸俗到一直的你為他犧牲 為他獻生的力度 可是你居然還是下去做了 你知道這一點 然後你還能夠毅力不搖 說沒有關係 唯有美國說很好 那就你可以去從事政治 你這樣叫做真正有接受政治的召喚 就像神在召喚一樣 所以讓我們做這樣的結論 我因為自己是研究政治思想的 所以我始終認為 如果能夠先了解一些政治思想 有理念 沒有理念 但是我也認為政治思想跟政治哲學 並不是要在公眾場所拿來炫耀過的 有時候他其實只是你真正做那個決定 背後內心最終的價值 只有你清楚 但你不用一直去跟人家講說 我是根據什麼 根據什麼 那你如果沒有辦法避免這個政治世界 而且他總是會用one way or another 去影響到你的生活 也許對有些人來講是 就乾脆面對他 因為我也沒有辦法想像 大家在知道說政治世界的本質 是如此的殘酷跟不理性之後 然後統統打退殘酷 是的 我們全部可以去從商 我們可以去當藝術家 可以當科學家 當醫生 當工程師 跟政治無關 可是在那個情況下 誰來管政治 三八你總是會管他 把那個權力撿起來 然後行使 然後最後就影響到所有的醫生 工程師 藝術家 民情等等 這個是一個很不忘的耐核的事情 好 我講的夠長了 我想 要讓各位有一些可以交流的時間 我想不能請那個技術的同學 就是我們 至少有15分鐘的交流 我們最後看照一些可以延緩一點 那我接下來就要歡迎各位 不斷提出你的問題 或者是你的看法 至於我的演講 問題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現在有問題的 能不能先舉手 有問題的可以舉手 好 那一邊 麻煩地下麥克風 這個 詹老師 剛剛請教您一個問題 就是相當於這個 新加坡的這樣一個 一黨多大的情勢 同樣說 亞洲思想 你覺得台灣下一個民主轉型 這個民主轉型 是成功來的時代 對 大家知道 新加坡一年 依然保持了強大的活力 好 那主要這個問題 好 謝謝 我 我這樣一個理解 是 你只說你不叫新加坡 是因為 新加坡並沒有像台灣這樣 發展出一種所謂的 自由民主體制 他並沒有進行過 發生過政黨的問題 然後他也沒有說 像台灣這樣 保障充分的 結論自由 或者是甚至 經濟活力 國民所得 薪資也都很高 那麼台灣相對來講 有政治民主化 那經濟呢 卻發現只有在 威權統治的時期 相對比較好 然後到了一種 年代之後 就越來越多下坡 再過去20年 就變成停滯 所以很多人會問說 看這個問題要怎麼問 有人是說 到底像西加坡這樣好 還是台灣這樣好 有人是問說 就像你剛才講的 台灣這樣的一種民主轉型 看起來在政治的層面上是做到的 可是經濟上 國力卻消失了 那這樣到底是不是我們要的 是不是一個好的做法 我的想法是這樣 你如果真的有到新加坡去住過 或問新加坡在地的人 你會發現這個答案 你本身也有分析 可能大部分 至少有接觸 大部分人會說 他們還滿滿意 新加坡這種威權加上經濟發展的形態 因為畢竟能夠過富裕的生活 安定的生活 是比其他的這個目標還好 但是少部分的人 會跟我講說 他們很羨慕台灣 因為在台灣 他們也包括台灣 會覺得台灣的整個社會是很自由 你看那個節目就是 罵總統 罵反對黨什麼都被罵 然後台灣的公民可以上街頭 不會被警察關切 然後台灣的這個民間社會 愛處成什麼就處成什麼 然後可以很開心的去追溯他們的東西 不用考慮說 這會不會被國家關切等等 那三號就是他們羨慕這個東西 而這個東西 有時候會滲透到那個 一般的生活 比如說在餐廳 在這個油景點等等 台灣會覺得 那是一種空隙 一種文化 而這種東西也不可貴言 是因為台灣的民主政治 所以造成有那樣的一種生活的氛圍 所以少數人會羨慕台灣 那台灣這邊呢 也剛好下巴 台灣大部分的人 會認為我們有民主生活 還是對比還是好 可是另外一方面心裡也知道說 台灣的經濟其實被我們民主政治拖廓 還真的是拖廓 我講一個例子 例子可能會比較簡單 台灣人繼續發展不要用電 電有很多來源 用煤、用天然氣、用核能、用風電 那台灣呢 理想上是希望說 不要有核電、不要有煤 可是那做不到 所以我們就趕快發展風電 但是對於那個核能 到底要不要用 是炒了很多年 我是主張用的 可是反對核電的一派這個朋友 他們是非常激烈、反核的 那反核的結果 在我來講 可能就會讓台灣 在未來的股田內 會出現缺電的危機 可是對反核的人來講 他弄水 只是騙人 他一定會出現危機 然後試看看 然後真的試了以後 講說因為缺電危機 而讓外資絕對決定撤資 然後台灣的產業哇哇叫 那個時候其實台灣的經濟 就會開始出現一個 很明顯的一個動大 那麼台灣為什麼會 經濟上連一個電力 都沒有辦法處理好 而讓這種核電廠 蓋了又廢掉 然後下一個政黨上來又說 我要再運轉 為什麼會這樣搖擺 其實說穿了出 因為民主政治 當這個政黨執政的時候 他主張用核能 拼命一直幹 就是說要準備讓他運轉 當另外一個政黨 像現在執政的民進黨 他不主張核能 他是反核的 所以他就把他停下來 讓我們把他報備掉 把那個 他說要把這個所有的這個核燃料 賣回美國去 雖然花更多的錢 然後把這個電廠拆掉 改建成一個中國核能國務館 就是這個電廠變成一個國務館 就是他就是不讓這個核電廠運送 可是如果說萬一明明 又是現在的國務館 國務館 勝利主 我估計這個勝利主的總統 大家會主張 還是要趕快用什麼呢 然後又要去把那個運回美國賣掉 再重新用高價回來 然後再把這個核電廠還沒蓋完的 百分之五的東西再把它蓋完 我非常清楚 台灣的重要的公共建設 光是因為這種政黨問題 這不是民主的一個特色嗎 而搖擺不定的事情 就是泰國的 但是我剛才講聯機 他會不會又 你欣賞那個說 啊應該花聯機 那前面有白搞的嗎 或者是像那個教育啊 各方面的政策 都可能因為不同的政黨 不同的政黨的改變 這個國家不要坐在經濟上 在整個社會的治理上面 怎麼可能穩定呢 所以這是民主社會的一個 內在的理由 但是那麼多民主國家 也就是這樣走下來 就是像搖擺搖擺 包括像英國 一下脫歐一下子可能我不脫歐 開玩笑 你家不家如果我們 還可以這樣三天兩頭 決定一次的嗎 你就不能想清楚 然後決定一次十年不變嗎 不行 因為民主社會 每一代的人都覺得他有權力 可以決定這件事情 所以答案就是說 民主社會的特性 使得他的政策的連續性 是一定會有問題的 然後他會不會影響到經濟 但是現在要問的是說 非民主的社會 並不是每個都像新加坡 這一點各位一定要記住 非民主社會 包括委內瑞拉巴基斯坦 都是非民主 不是每個都說 只因為我們非民主 只因為我們政策穩定 沒有反對黨 沒有政黨能替 我們的經濟就很好 那你就天大不錯 新加坡不是說 只因為他不民主 然後經濟就好 那個是錯誤的 新加坡是因為他實施了靜音統制 他有計畫的培養一群官僚 然後給這群官僚很穩定很高的薪資 鼓勵他們去創新去領法 而使得這個國家 在經濟還有其他方面 都能夠一直保持很好的成績 所以最終的問題其實要問說 有沒有可能去形成 董事國的團隊或政 讓他是既有效能 可是又能夠適度的 回憶靈異的要求 這個才是我們在過去問題 真正的要面對的 OK 謝謝你 接下來 這邊這位 你先讓我跟他走進去 麻煩耐克風一邊注意一下 謝謝 您好 我想請問一下的是 就是我們經常會說 少數從多數 我們也會說要有群聚思維 但您剛剛講到的就是 比如說同性戀這個問題 我們小數人是同意的 大部分人可能不同意 那我們在生活中 我們無論是組長 是隊長 是頒獎 是校長 或者是直到以後就業 我們是一個領導 我們要如何權衡 什麼時候該考慮 小朋友的利益 什麼時候該 就是這種 局面出現的時候 我們該怎麼 就是有沒有什麼 一個方法 或一個規則 可以指引我們 來做這樣的決定 謝謝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所以他提起來像是政治學的ABG 就是是那個政治學大醫學生可能會問他政治學老師的問題 可是這個問題呢 他可以一直問到博士畢業後 然後我還不見得有很好的答案 我記得我在這邊 來旁聽那個 我剛剛講的政大的老師課的時候 所以說問我這個問題 我那時候問我老師說 老師 民主政治不是常常講說是服從多數 尊重少數 但假如說一個決策 我們投票結果 百分之七十是這樣 百分之三十是這樣 我們服從了百分之七十的決定 那我們是在什麼意義下叫做尊重的百分之三十呢 我的老師那時候給我的回答是說 假如你沒有讓這百分之 你假如制度的設計 不要讓這百分之三十 永遠沒機會成為多數 那麼你就是尊重他 意思就是說 在這一次的投票選舉 雖然這個是百分之七十 這個是百分之三十 也是少數 可是百分之七十不可以 順便就通過一些制度的修訂跟規定 讓這百分之三十呢 永遠沒機會可以宣揚他們的理念 擴大他們的影響力 然後有一天變成命中 變成多數 那這就牽涉民主政治一個很掉的事 就是說那要怎麼樣才叫做 讓這百分之三十還保有的機會 有一天他可能變成多數 那就包括我剛剛講的 原論的自由你不能夠壓制 因為他靠的大概就是這些影片的傳播 第二 組織團體自由你不能夠取消 因為他必須靠過組織團體 不管是民間的團體或者是政黨組織 他才有辦法去擴大他的影響力 然後他的所作所為 所以必須要讓你用法制的標準 統一看待 而不能夠像 例如來講新加坡 新加坡的執政黨 人民行動黨 其實對他的反對黨 像波倫拉 是用了一些不是很正當的方式 比如說他的選舉制度呢 我這樣講 今天講這個選區 有執政黨出來選 有反對黨出來選 我是政府首長 我到這個選區來駐選 我可不可以跟他們講說 假如是我們這一黨的人當選 你們明年就可以多蓋這個 一千戶的這個組織 然後政府會比別人 但是如果是另外一人當選 你們就別想要有這個能力 那你說選民會怎麼想 選民當然就這樣 那我就知道了 你就投你要的那個 可是這是一個不公平的競爭 公共政策可能都可以說 我夾著我的行政資源 然後在選舉之中 暗示你如果投我你就有好處 沒投我你就準備到 那這個比較像古代的安排 它都不是一個所謂公平的遊戲規制 所以我剛才講的兩三點舉例 只是讓你知道說 巧如是一個體制的設計 讓他有自由的機會去長坡 讓他有關於競爭的可能 那麼這個叫做尊重少數 而在這個尊重少數的智負保障之下 那就看這群少數是不是有辦法 因為他的理念 他能得到更多的支持 就是五年十年以後 他變成多數 可是當他變成多數之後 請他也記住 他不能夠去扼殺少數 就是他原來的對手 能夠有一天再起來的機會 民主政治 基本上是follow這個邏輯在併作 那跟這個有關就是你剛剛的問題 那假如你現在就是那個團體領導者 譬如說社團 你求過未來也是一個部位所詐 你在那一時那一刻 你知道多數這樣少數這樣 你要怎麼做決定 通常的講法是這樣 你必須要尊重多數 就是你follow多數的那個傾向 可是如果你自己本能 不見得認同多數的那個傾向 那你就要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你必須在那一件事情 處理的過程之中 去好好的尊重少數的聲音 讓他在被迫要接受多數的統治的時候 他覺得有受到尊重 這包括比如說 你請他來好好坐下來喝個茶 然後好好跟他溝通 然後他本來本來你明天可以開會 就把這個事情通過 但是你寧可再等一個月 三個月把這個事情延緩 然後讓他繼續可以在這邊發言 然後反對 然後你就是 你就是不能夠直接把這個議案 或這個決定拿到台桌上 然後說反正現在表決 因為我心裡清楚 我70票比你30票多 我過了就是過了 你如果用那種心態的話 他當然是變狠 這一定無關於你可不可以表決 你可以表決 但是你要考慮到就是說 為了讓這個事情 用中文化來講 要氣氛比較好一點 大家將來還保留一個 見面說話的一個語意 你就是寧可多花一點耐心跟尊重 來讓他最後雖然表決輸了 可是他不會有太大的反彈 那這個是民主社會在處理這種 所謂多數學的問題的時候 這是一種技巧 也是一種藝術 拿捏資料是沒有標準 也許該用一個月 也許該用三個月 也許該用三個月 也許這個案子該無限期延長 一兩年都有可能 這個沒有辦法 希望我剛才講的那個很簡單的說明 有助理去思考 他在這一個地方 麥樂峰請 老師您好 首先感謝您跟我 帶了兩個小時的我們講座 然後我們是來自武漢 駐市灣大學 駐市灣大學 駐市場學院的同學 我叫楊允毅 那我想問一個問題是 您說您在16年 在香港城市大學 請請當國教授 也了解了一下 您處香港的一些生活 以及他公布背後的原因 那我就想請老師 談一下您 對香港的公布的一些看法 謝謝老師 大問題 我不曉得更簡短的 要說 我們等一下會試著 試看 剛剛另外有一位同學 是這邊有一個一起問 小黃 那個打漫科工的工作同仁 能不能打漫科工的地震 我兩個問題都聽了以後 我利用最後的三分鐘時間 來回答一下 請說 謝謝老師 我是來提到一個 環洪環大學 駐市場學院的 就是我其實講了幾個問題 就是說 剛平講到太陽花 講到一個 鄉島的戰衆反修力 然後在這些地方 學生這個群體 我們可以看到 學生這個群體 對政治有一個影響 然後政治有很容易的影響到 這個學生 你怎麼看待 就是學生群體 對於一個政治作用 或者學生群體 應該在這個政治上 發揮一個什麼樣的作用 謝謝 這兩個問題有相關性 但是一個比較直接 聚焦於香港 另外一個是學生運動 我先回到前面一個 香港目前的情勢 這個政治當然是很不理想 因為民間呢 有一種很濃厚的 反對這個特區政治 不信任特區政治 並且連帶同 也打北京 就是把中國政治 分為 這是什麼 那麼 為什麼會有這種分為 它的 它的 一個是比較大的關鍵 一個是比較小的關鍵 它的關鍵就是 中國政府在用 一國兩制來治理香港的時候 對我來講 慢慢的有點偏離的 一國兩制的那一個 對報名者 一國兩制的意思應該是說 只要香港願意正當的任何 他是屬於中國這個國家的一部分 那麼他要實施什麼樣的制度 我們就由港人去自己治 就港人治港 然後盡量不要改變他 比如說中國大陸是一套 香港是另外一套 沒關係 只要你承認你是中國一部分 鄧小平當時提出這個最高原則 其實是有遠見的 我跟很多朋友談過 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夠讓 97年的回歸比較順利 但是最近這兩三年 或是五六年 我看到的確是 中央的政府可能太習慣 大陸的治理方式 然後透過不管是在香港的機構 就是中連辦 中央駐香港各政府 大陸聯合放用士 想要去影響香港的政府跟社會 讓他們呢 其實是比較像一國一致 靠北 這個一致當然不可能是像北京的這種制度 可是你從一些地方就可以看得到說 本來香港不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要變成比較像大陸一點 我舉個例子 像我前兩年 這是個很小的意思 但是很有意思 香港要制定一個國歌法 意思就是說 在公共場的像球賽 或者是那種紀念會 所以唱國歌的時候大家都應該起立 然後表示肅敬 對 我想我相信在中國大陸 只要唱國歌 大概每個人都會站起來 就是那個什麼 異偶經濟體群 可是在香港 這本來不是他們多尊重的國歌 然後如果說今天在這個足球賽 幾萬人在看的場合 開賽之前要唱國歌 或者要每個人都站起來 然後表示這個情境 在香港其實做不到的 你相信很多人 或者是不喜歡孟南大 不喜歡北京 那他如果坐著呢 或者如果說 他在唱國的那時候專注力 附個艾水不甩 還是這個叫做不遵紀 那不遵紀就是不遵紀吧 那你要怎麼辦 你現在是要吃一個法國歌法 你如果顯示出這種不尊敬 被擋到 就是用那個大數據看到 如果要把你判刑或處罰 你覺得怎麼樣 你如果香港已經會覺得 就是改變我原來的生活 我本來是可以 對港英旗 或者是那個五星旗 表示不尊重 因為那是我表達的 不滿意的方式 可是如果這個法國的話 以後我就變成 因為這個不尊敬 可能要被處罰 對我來講 這其實是不必要的 你如果真的是 我兩制的那個兩制 那就包括 香港現在不是有法輪功嗎 三年兩頭就上機 法輪功在中國大陸 是不能被允許的 因為他是要推翻這個 所謂中共統治 然後要生跑江澤民等等 可是在香港他可以 那如果說他可以 你是要讓他繼續可以 還是要把他變成都可以 因為看起來很矮 你如果要把他變成 不可以 你當然可以找到一個理由 就是說 開玩笑 這個一國兩制之下 一國就是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你們法輪功這一群呢 就是要推翻共產黨 領導中國 那你就違反了一國 因為你違反一國 所以我要取地 不准你遊行 可是你都不是改變了 97年之前的狀況 97年以來 這一群人是可以 組織法輪功行會 可以上街遊行的 但是現在你用一國為理由 要去取地他或禁止他 其實你是在改變兩制 你如果真的回到鄭小平回來的想法 也許就是 算無所謂 本來香港一直都是這樣 吵吵鬧鬧鬧 香港回歸之前就是這樣 那不是講馬照照跑 滾照掉嗎 你就讓他繼續可以上街遊行 也不要去取地法輪功 我不要規定他聽到 國歌一定要起立 肅進 平安無事 但是當你要去用一國的名義 這邊改變那邊改變的時候 那你就不倒進 所以這是一個大理原因 那比較小的原因 當然就是跟政改無關 政治改革 是因為香港基本法規定了說 只要循序漸進 將來有一天香港特首的選舉 還有立法會的選舉 將可以用普選的方式選出來 那就跟台灣一樣 那香港很期待 那這也是基本法規定 所以中共中央也統一 但是上一次的政治改革方案 大家都不滿意 對中共來講 我已經要開放你們普選 只是要經過一個提名委員會篩選 可是對香港來講 為什麼還要經過提名委員會篩選 難道我們自己聯署 就不能產生候選人嗎 其實對我來講 這是一個小的爭執 可是這個爭執 被無限放大之後 就變成兩邊都不能浪 對中共來講 如果浪掉這個提名委員會的設計 就仿佛它會失控一樣 對香港的這個泛民民主派來講 如果這個委員會 只要多存在一天 哪怕它只是 其實它可能只是過度 就存在一屆兩屆 看看效果怎麼樣 再進一步取消 但它就是你不要浪位 我就是不要這個 那這樣這兩邊就好不退 講民主我剛剛有講過 就是你有時候必須要恢復 讓事情可以還和 但是那件事情 因為雙方都不退 就最後得到請求 最差的請求 就是維持原來的選舉方法 既沒有同選 然後那個過預的那個提名委員會 也沒有取消 然後香港為了那件事情 到今天還是想要起來抗爭 昨天在沙培那種抗爭 一樣是訴求要馬上落實普選 那普選因為是基本法已經承諾了 所以照說應該是快一點落實 而不是慢一點落實 但是因為現在局勢已經弄得很複雜 把包包港獨的問題出來 中共就變成是更不能夠放 因為怕一放之後 萬一普選選出一個主張港獨 一個特首怎麼辦 我剛剛不是講嗎 西班牙加泰隆尼亞 選出的一個地方首長 就是主張加泰隆尼亞獨立的 中共也不是沒看到世界各地發生的事情 那這就僵局了 所以我自己對香港人看徐智 其實非常悲觀 所以我走到這一步 因為其實關鍵就是在當年政改的時候 雙方不願意各浪 當時中間力量成績 一直希望雙方各浪 但是不浪的結果就是越來越降 一直到今天 這個是香港其實 學生運動 這一次上街頭 或者乃至於上次台灣2014年太陽花 其實都是青年學生是主要主義 所以有人就簡稱他是個學運 當然實際上他這個中老年人也是有 那麼學運作為一種要改變社會 有些重要地體的力量 在人類的例子 尤其是現代史 就20世紀來當然出現很多 有各種不同的訴求的學運 法國第九又發的國民也是一種學運 美國的反華爾街占領運動 基本上是青年學生為主 雖然不是學運 但是是青年運動 我跟各位講的是這樣 大部分的這種 以青年為主體的社會運動 跟我剛才講的 把年金改革 什麼都反同性婚 不一樣的是 通常年輕人是因為 他在一個比較不可 遇見好的未來的情況之下 他就容易上街頭 不管是他自己想上 或被別人煽動去哪 都一樣 什麼叫做一個比較不可遇見好的未來 假如說工作機會 有事業率會提高 然後就業率會降低 他比較不容易找到工作 他的收入可能比較不好 然後他的這個社會分配 可能會對他比較不公平 他要翻身的機會比較少 像他的父親輩 也許工作10年就可以買房 他可能一估 我拿了一個月3萬塊的薪水 工作30年 我也買不起一個20年的房子 他就會非常的沮喪 這一種是真正最深層的原因 只要是有這種社會經濟的那個因素在 就是因為頻度差距 因為這個翻身機會減少 讓他相對比起別的族群來講 不管他的前一個世代 或者別國的人 他覺得相對多多感 他就很容易上街頭 而政治的訴求 我們是搭在這個社會經濟的基礎之上 去點燃他們 所以不管是像政治改革 就是香港什麼政權運動 台灣的這個反服貿運動 他理論上也是反對一個 當成法政府跟大陸簽訂的服務貿易協議 用反服貿這些事情其實背後聚焦的是 對於全球化之後 那個年輕人的未來教育的投射 我如果是說 從我自己所閱讀的大量的資料來看 我覺得那個才是所有情人運動背後的本質 然後另外有一種是跟他很不一樣的 那個是 我剛才講到國族主義的運動 國族主義的運動 跟這種全球化評估不清不關 他純然就是一種我認同我是什麼 然後我要追究什麼 這包括1911年推翻滿清政的心態革命 其實大部分都是年輕人 他們已經沒有辦法接受滿能的統治 而要驅逐大陸、揮護周寬 他雖然也有民主運動 就是democracy的成分 可是他的national運動是很強的 印度的反抗英國運動 墨西哥的這個繁殖民的運動 在20世紀有很多地方的運動 他本質是國族主義運動 那個跟我們今天21世紀 我剛才所講的全球化賣來的平步不均 是不一樣的性質 這兩個對我來講大概是最主要的力量 就是說青年之所以會上街頭 要嘛就是因為社會的公平 要嘛就是因為國族的認同 讓他覺得他要認同某一個群體 然後要去實現一個建立的新國族的一種熱情 這兩個是在歷史上至少過去一兩百年裡面 那個驅逐最大的兩種流行 那各位都會有機會在你們一生之中 可以再看到群眾運動 群眾運動每個一些年代總是會拿 那麼希望他來的時候 各位能夠仔細的去體察 他當時的那個形成的社會因素是什麼 也許跟我們剛剛講的戶外圈一樣 因為我只是歸納過去的經驗 但是怎麼樣面對群眾運動 然後做最適當的導演 大概也是所有的一次要成為 未來心理理所該做的一個功課 希望各位能夠做好我們的功課 我今天演講的會分答 因為時間的關係就到這裡 非常感謝各位的參與 謝謝 謝謝